10次车祸94块 美国非营利组织高速公路安全保险协会 IIHS近期公布报告 分析1993年到2013年 全美42周的交通相关数据指出 20年来随着各州提高道路速线 额外增加了33000人的死亡 而且速线每提高8公里 就会增加4%的车祸死亡率 1993年时 全美多数州的速线是时速88公里 少数州是104公里 随着汽车越跑越快 速线也越来越高 2013年时 时速104公里只剩下少数几州 多数的州速线已经提高到 112公里和120公里 犹他州是128公里 德州更达136公里 IIHS比较20年来实际死亡人数 和如果没有提高速线的预期死亡人数 发现增加了33000人 以2013年为例 车祸死亡人数为32035人 比起如果没有提高速线的 估计死亡人数30129人 多了1906人的死亡